主席好像有闻到一种胜利的味道 看到金沙了 我也闻到一个团结的味道 形容咖啡香有团结味 咖啡豆要选谁还未决定 不过承认侯友宜是最强母鸡 还喊话国民党一定要提名最强 诸侯不及来因召集 千里为李永平喊话 党友强棒侯友宜为何不让选 说国民党一定要提名最好的最强的 那侯市长是我们最强的母鸡 也在我们的基层深耕 为我们新北市民打拼 那持续的一步一脚印 那我们就稳扎稳打按部就班 我相信一定会获得更多国人的肯定 大家都很关心 那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稳扎稳打 一定会获得人民更多的肯定 蓝议长陆续表态 这种候选人要推侯友宜 新北市议长蒋跟黄海喊话朱一伦 应该会想办法劝敬新北市长候逸表态 不候逸持续打太极 好好做事情 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 新北市大小建设还是有待努力的 所以这个阶段当中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也谢谢很多人很关心 也谢谢议长 南道陈默等王冠 根据最新的民调 高达74.8%的新北市民满意侯宜的施政表现 这其中还有60.4%支持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4大选 过去有关2024中大选的民调也显示侯友宜迎面很大 不过这是否也让绿莹担心开始布局露剖话题 还规定自己人不能够转战立委 我是跟台中的议员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他们的规划其实本来不只是台中啦 就是说全台有那么多希望能够这样做的 那大家还是把票投给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呢 并不是民进党好像让几个议员说不选立委 就可以去归咎说你看侯友宜落跑 然后让侯友宜输掉2024年的大选 我觉得民进党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也太可笑了 国民党最强母鸡不表态难道是等民调直接争招 蓝衣基层也怕沉默世金将大好局势拱手让人 岁月终将不尽好 解释温献嘉宇推报道 望望水神抗俊逸 他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呢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咯